江业原著中有天老大、夫子老二、佛祖老三的描述 佛祖及佛宗玄空寺的开创者佛陀 佛陀在剧版中并未出现 但很多人物都与他有着莫大的联系 比如九徒的无量神通就是佛陀所受 佛陀是浩天世界里实力最强大的几个人之一 是唯一一个确定是第七境界的人 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威胁到浩天生命的修行者 佛陀存在于大约五千年前早于夫子 他开辟出了四大不可知之地中的玄空寺 因此被尊称为佛祖 后世佛宗弟子还尊称他为最早之佛 但其实佛陀之前还有很多度过了漫漫永夜的古佛 但唯有佛陀悟触了佛宗的最根本思想 影响也最为深远 而佛陀之所以有如此成就 却是因为早年间他就曾入之手冠 看过了七卷天书 佛宗最根本思想便是他阅读明字卷天书后所悟的 此外佛陀还对名字卷中夜灵月宪的描述做了笔记 他预言了永夜会降临人间 并将其称之为末法时代 预言了五千年后的永夜会是有史以来最特别的一次 也预言了夫子会登天化月 预言了冥王将士 只不过他并不知道冥王即是浩天 正是为了对付所谓的冥王 佛陀才在极西荒原 发大愿力修筑了玄空寺 在世俗之地的马山烂科寺 建立了佛宗山门 以及能与玄空寺相通的传送阵 留下法器白塔 形成白塔寺 留下于蓝陵 佛光等很多法器 留下了棋盘 满过浩天 另辟极乐世界 按照佛陀的计划 玄空寺是永世之屏障 内极佛学禅经于其中 可以帮助后世的佛宗弟子 熬过漫漫永夜 使佛宗不至于断了传承 烂科寺的使命 是寻找冥王之子 于蓝陵可以使其献出原形 白塔可以用来镇压 佛光可以清除邪碎 警醒世人 而棋盘更是针对冥王的最大杀气 创造棋盘世界 本身并不是什么稀奇的能力 在江夜世界中 河山盘是自成世界 只手冠是自成世界 书院后山也是自成世界 所以名字卷天书的气息 多年都散发不出去 修行23年禅达到天魔镜的鱼帘 也可以创造小世界 但佛陀创造的棋盘世界 却能将佛家信徒的信仰之力 和死后的佛宗大能们 都接引至棋盘世界之内 我们知道 浩天的力量来自人类的信仰 佛陀的也是 他这样设计棋盘世界 便是在变相窃取浩天的力量 佛陀达到境界涅盘 并非是可以重生的意思 浩天世界不能复生 也就没有所谓涅盘 佛陀的涅盘境 是一种生死叠加的状态 他的一退 变成了玄空寺所在的山峰 意识则不死不灭 藏身于棋盘世界 他在这个棋盘世界之内 更是法力无边 他要做的 就是设法将浩天引入棋盘 而他也真正做到了 原著中 宁却带着浩天游历人间 在到达瓦山烂科寺 瞻仰佛陀石像时 浩天却感到 佛陀也在看着他们 这是一件十分诡异之事 更诡异的是以浩天之能 也无法确定佛陀是生是死 所以只有找到佛陀真正看一看 才能确定其生死状态 浩天的打算是 如果佛陀是死的 那最好不过 如果佛陀还活着 那就把他杀死 宁却对佛陀生死叠加的状态很疑惑 他问浩天 人怎么可能处于 有死有活的状态呢 浩天说 那为什么不说佛陀死了 而说他涅槃了呢 宁却听后无言以对 于是 两人决定再次进入棋盘世界 以一探究竟 就这样 浩天被佛陀所在了棋盘世界 佛陀用人类的贪嗔痴蚕食浩天 希望让他虚弱并涌跺棋盘世界 最后 宁却把佛陀的雕像刻成浩天的模样 及棋盘世界内的众佛信仰之力 两人才狼狈逃了出来 所以 佛陀是将夜里 第一个真正威胁到浩天生命的修行者 逃出来后的浩天一场恼恨 但他没办法在短时间内找到棋盘内的佛陀 又要防范天上纳轮月 所以 他选择了将棋盘丢进地心岩浆中 是玄空寺讲经首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才将佛陀解救出来 只不过 佛陀最终被君墨持铁剑 及百万农奴之力一箭斩灭了 以佛陀的这些强大手段来看 他绝对是一个有着大法力和大智慧的避世大能 他不仅对七境以下 都有着近乎秒杀的能力还能预测未来 运用信仰之力对浩天构成直接威胁 只是佛陀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 他创下佛宗 竟只是为了汲取世间信徒的信仰之力 这注定不会有好的结局 就如奇山大师评价连生石所说的那样 莲花一旦开的偏离本身方向 便免不了最终接触的果实都具有毒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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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